一天一章跟Pastor Lily一起读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八章 八章一节紧接着七章的最后一节 水势浩大在地上供一百五十天 然后八章就说 但是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 生处 一百五十天对于被关在方舟里的挪亚一家 来讲不是一个小段的时间 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们 在一节下说 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 这里的风寓意在第一章一节 在创世的时候说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那个灵是一个字 所以这一幕就仿佛上帝重造世界的过程 我们在第一次Zoom串讲当中提到 上古的历史就是创造破坏重造的过程 这里就是一个体现 那在接下来的内容呢 就叙述了洪水消退的过程 请注意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具体的时间 从第七章第八章这两章 你会看到从2月27号洪水开始 然后泛滥在地上四十周夜 水势好大一百五十天 然后开始削减 到7月17号方舟就停在山上 然后10月初一这个山顶露出 正月初一地面就渐干了 然后2月27号地就都干了 所以如果我们对比七章的第十一节 说挪亚600岁 2月27的那一天洪水开始 然后8章的13节说挪亚601岁 2月27号地就干了 整整一年的时间 神做事有定时 第二点请大家注意的 就是洪水消退的过程 我们会看到第八章 它简直就是六和七章的一个翻转 几个重要的步骤都一一的对应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 洋葱圈式的交错配列的结构 如果我用A和A品 B和B品来描述的话 你就会看到A 就是上帝向挪亚宣告灭世的计划 那A品对应的 就是上帝定义不再用洪水灭世 那B就是挪亚奉命进入方舟 B品就是挪亚奉命出了方舟 C就是洪水来临 整个世界被淹没 活物都被除灭 那C品就是洪水停止 水事件消 然后直到地都干了 最核心最中间的部分 就是神纪念在方舟里的挪亚 那注意最后的两节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 然后我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 灭各种的活物了 地还留存的时候 加强寒暑冬夏昼夜 就永不停息了 意思是说虽然人从小的时候就心里怀着恶念 但我也不会用刚刚所才行的用洪水灭世 而后边所说的种啊收啊四季啊昼夜啊 这种的交替永不停息 它是有一个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地还存留的时候 但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是末世 必有末世 末世主会再来的时候 地和地上的一切都会被火烧尽灭绝 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说到主的日子的时候说 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 有形至的都要被火消化 地和旗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今天也是照例给大家两点灵修默想的亮光 第一就是当世界都在神的面前败坏的时候 挪亚因与神同行而在神的眼前蒙恩 所以神虽然用洪水来审判世界 但却因挪亚留存余种 使挪亚成为人类的祝福 所以也请反省我们自己 神会如何看待你呢 上帝会使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祝福呢 第二点 挪亚被关在方舟里长达150天 但是神纪念在等待当中的挪亚 神做事有定时 你在什么样的煎熬中 正在等待着出路呢 那么纪念挪亚的神也纪念你 这给你有什么安慰吗 愿主今天赐福你